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蒸这个最高级的猪油了 哇 又有香味 又有油分 我们正在煮什么 我们正在煮红虾 先加蒜头 好 加入红虾 可以用夹 哇 像猪油 好 遮少鱼爐 鱼爐 把鱼爐放进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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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不用炒太久 把鱼爐放进去 把鱼爐放进去 好 这个 蝦油 蝦油 哇 好 虾粉 这个是秘密武器 好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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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真的哇一声 好厉害 行了 这个是不是也可以生吃 煎一煎就好一点 这个是头 是的 好 好 宽油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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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咬咬了 完成 因為材料新鮮 連鬼這麼來都可以 但是 試一下這個 酷 很爽 很甜 甜到好像下了糖 對 我正實沒有下糖 好吃 雖然材料好 你怎樣做都可以 普通是用來炸的 包麵粉來炸 我覺得煎完後就好了 這個 你試一下是軟的 試一下下了甚麼 好 讓我試一下下了甚麼 或者剛才的紅蝦頭膏 那個油 嗯 好 蝦膏好氣 蝦膏麵 我拿這個來給你 你們不用 會不會滿意 我試一下 那些原材料好 你怎樣煮都可以 嗯 好 我先試一下 你自己先吃一下 這個紅蝦很鮮甜 嗯 是非常好吃 你先試一下 好 不能這麼斯文 很大 不能這麼斯文 很甜 是呀 紅蝦是否不用煮 解凍了都可以這樣吃 可以的 嗯 這是跟貨源有關 是嗎 是 所以我們 不用那麼悶 有時買回家 當作野餐 這餐就到這裡為止 嗯 再下去我們吃甜品 你最喜歡的東西 嗯 甜品 你已經出醬了 我以前不吃甜品 忽然間六十歲那天 一言 說我有糖尿病 不讓你吃 你就很想吃 看到甜品 我的眼睛會發光 嗯 是的 這個 可以嗎 嗯 你用什麼? 杏仁 杏仁薄脆 嗯 很脆 是啊 好 這個呢 還有一塊甜 其實這是稠糖來的 有些紅蝦 有些杏仁 很香的奶味 它又不像 外面那些 硬 不是硬 脆脆的 嗯 你有天分的 多謝 這個呢 這個是法式朱古力撻 用了70%朱古力 嗯 不會說很甜 有少許朱古力香味 真的很難做 你要吃得多一點嗎 最麻煩的是 這個撻子 你一定要把它捏成一個直角形 嗯 你看到那個撻子的邊位 下面 全部都是一個直角形 嗯 而裡面也不能說 很大的撻皮 裡面很厚 很死實 嗯 這個呢 這個呢 就是法國人 叫做bombalini 嗯 其實是炸彈的意思 其實是像豆乳一樣 將它變形 變成一個有餡的豆乳 那你這個呢 其實就是一個榴槤餡 你最喜歡吃的榴槤 好 嗯 怎樣怎樣 我可以吃了 法國菜配榴槤 它的麵包是軟軟熟熟 即日吃的 這是唯一一個缺點 就是一定要即日吃 嗯 隔了一天就不好吃了 是炸的嗎 炸的 但是為什麼不油呢 它要用一個溫度要處理得很好 嗯 不會太高溫或太低溫 否則你就會吸油進去 而且只限三分半鐘 這個榴槤糕是我朋友那裡的 是的 你朋友的榴槤 我朋友做了一間榴槤樂園 在尖沙水哪裏都有 開了兩三四間 是 第一個要注入這些貓山王榴槤 是好的 對呀 你朋友的做得很成功 它除了榴槤 就有這些給你做蛋糕那些 一包一包 那些融 就是用它的果然來做的 很厚的榴槤 嗯 這個就是先頭的那間店 買回來的雪糕 你知道什麼味道嗎 方角 牙 不是 榴槤 哈哈 不是 就是布林那 為什麼這麼黃色 因為它的雞蛋 它加了雞蛋 嗯 它的雞蛋黃色 嘗嘗 嗯 好 你看那些雲呢拿籽 有多少 嗯 嗯 好吃 雪糕 你很喜愛的 每次去北海道 你就拿著原雪糕 然後知道會拿到晚 這個更加好的方法 麻煩你把酒放過來 倒些酒下去 更加好吃 你上浩 在外出吃一餐 花很多錢 都沒有我們這麼高興 你看到 treasures By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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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sically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